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因為剛剛那個GG.GG 沒辦法用,已經就OK了 那所以呢你們可以到那個第四個單元裡面的 這個樂透彩的程式碼 最下一頁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我剛剛 其實最主要就是改這個地方 OK,它就可以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的下載 那下載部分 我主要也利用的是 什麼呢 其實在 Excel裡面它有一個功能 資料裡面有一個什麼 資料裡面 它有一個功能叫做從Web 那從Web的部分 也就是說你可以給它一個網 Web就是網站 也就是你可以給它一個網站的資料 它會幫你把網站上面資料給抓取下來 但是呢 就是新舊版本其實也會有些差異啦 那假如說呢你要用這個裡面的功能把它做成跟VBA做搭配的話 那幾個方法你可以錄製劇 OK,比如說呢 因為我假設呢 我要有1到64頁 那我可以先錄一個劇集來修改 所以呢 所以呢基本上 我這邊有一個範本 也就是以後 假如說呢我要抓取什麼 我這邊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如果我想要抓取呢 就是大樂透歷史資料的話 那請各位看一下 底下有一個範本 我想 對同學來說應該範本比較簡單吧 但至少你要看懂範本 那這個範本的話 其實主要有幾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第一個就是那個網址 有沒有 其他你暫時不知道 Sub嘛 這個Sub名稱叫大樂透下載 然後其實我是把這個網址 有沒有 把它貼到這邊來 所以 我把這一段範本 所以待會你可以 把這一段範本 直接複製好了 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VBA的模組裡面 最底下也可以 或者說你要再另外開一個模組 也OK啦 我把它貼到 貼到這個 還是另外開一個好了 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那這個模組就拿來 放那個大樂透的部分好了 把它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程式裡面的話 基本上 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UIL 就是網址 封號後面 其實就是那個網址 的 完整的位置 也就是說 我在 錄製聚集的時候 就是先告訴他說 我要 抓第1頁 所以這邊有個 indage page 等於1 有沒有 這邊是1 那將來如果我要抓 其他頁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1怎麼樣 改成其他的數字 變成2 變成3 變成4 變成5 那總共64頁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1 改成一個變數叫i 那i的值的話就是 for i 等於 第1到64 1到64 然後把i的值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他就全部 幫我把全部的資料 給抓取下來了 OK 那至於其他底下的這些資料啦 其他的話我想 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至少稍微了解 Disnation 就是說你將來放的資料放哪裡 那我放在A1 所以基本上會把資料 從這邊放 往右下角去延伸 然後再來的話這邊有個 這個有個屬性喔 這個屬性叫Web Formating 這個Web Formating就是 Web就網頁啦 就是網站上面的 Formating就是格式 要不要把它拿下來 基本上的話 選擇不要 OK 就意思說啦 我抓取下來的資料就存文字 那另外的話這邊有一個 參數叫什麼 Web Tables 什麼叫Web Tables 實際上 這個數字5 就是指的是什麼 網頁裡面的那個 這個樂透雲 這一個網頁 這個網頁裡面的這個表格 他應該是在這個網頁裡面的第5個表格 那你想說我怎麼會知道第5個表格 其實這也是算出 也是可以用算的啦 那至於怎麼算 你們 其中一個一招 你們可以大概 稍微 熟悉一下啦 我是覺得這一招好處就是說 哪怕你對於那個網頁的原資碼不太熟 你也可以很輕鬆的做 做到 爬取你要的資料的這個目的 但是你可能要習慣一些工具 第一個 請你在表格的左上角 選取 某一些資料 比如說左上角是日期嘛 你就把它選起來 選完之後按右鍵 這邊在那個 Chrome瀏覽器裡面 我是覺得有一個還蠻不錯的功能 就是可以什麼 檢查 按右鍵喔 不是按左鍵 按右鍵 那這個檢查 他就會幫我把 目前我 所在的這個網頁的位置 的原資碼 幫我秀在哪裡呢 秀在我的 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看到 他這個是給你看到的 那他其實裡面長什麼樣子 裡面長的就是這樣 日期有沒有 那基本上 在那個什麼呢 在網頁的原資碼標籤 表格呢 一定長這樣 叫做 小於 然後呢 table 所以呢 表格開頭啦 不過 也許你們對這不熟沒關係 至少知道重點 所以喔 第一個 可能會慢慢習慣 按右鍵檢查 OK好 那我知道這個東西 他的表格在這裡 他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表格 標籤 那我怎麼知道他是第幾個啦 其實有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請你按下 尋找 尋找的話呢 快速鍵叫Ctrl-F 有沒有 你如果按Ctrl-F 有Ctrl-F 按下之後的話 這邊呢 就可以讓你知道 可以讓你搜尋 搜尋什麼呢 搜尋你的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表格 而你現在的表格在第幾個 所以喔 這個地方你可以打一個 小於 然後打一個table 我這個表格 table 或者你複製貼也可以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打一個什麼 小於 Ctrl-F之後 然後在 table 它會出現說 你的網頁裡面總共有7個table 那你想說呢 到底我的那個表格 是在這個網頁的第幾個 那有個方法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上下 比如說第一個 往下 那你會發現呢 你只要往上或往下 它會在哪個地方呢 在這邊會顯示 第一個其實在這裡 第二個在這裡 有沒有 它會反白一下 那第三個是不是 第三個 第三個是全部 第四個 這個不是 第五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它會剛好框在這個位置 而且喔 你會發現這個table 結果喔 它的那個什麼 下方就剛好日期啦 所以呢 利用這個方式 找到這個嘛 那就日期 日期就剛好這個位置 然後呢 它的位置剛好第五個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你要找什麼 你要直接把那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 表格資料 抓取下來的話 那跟各位講喔 你可以套用這個範文 但是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你要知道 網頁裡面 究竟有幾個表格 而你的表格 是在第幾個 OK 那你想說 這好麻煩喔 沒辦法 目前這個方法應該是最簡單的 其他方法我都覺得 比這個 複雜太多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學 爬蟲之前喔 可能還是需要 懂一些這個標籤啦 那目前我們大概 最簡單的 就是 只要知道什麼 table標籤就好了 那我再做一次重點 回顧一下 如果你要抓 知道它這個table是第幾個的話 請你選這個table 按右鍵 然後檢查 檢查之後的話 Ctrl F 然後呢把那個 小於 table找到之後 然後一直按鍵頭往下 你會看到 第五個就是這一個 那我們就輸入5 在那個程式裡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一段 這個webtable 等於5 的這個數字啦 然後refresh 就是把那個 我們要的那個 表格給抓下來 所以接下來我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它就開始捲了 它會把什麼呢 我們網頁上面的資料呢 全部都當下來了 但目前呢 只有當一頁而已 那如果說我想要把 第2頁呢 直接就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的最下面 第3頁一直往下放 等於是1到64頁呢 我希望 一次就可以把它全部抓下來的話 那怎麼改 那其實 這改的原理原則也很簡單 大家改 哪個地方 改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的 加一個 for i 等於 1到64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哪個地方 這個 destination 你如果都 A1的話 它會一直放在A1 那可能會蓋掉 要不然就是擠壓到它的資料 所以呢 你可能還要再改 如果換下一頁的話 必須把這個 1的值 改成92 從92開始 那如果再放一個資料 可能又往下 所以喔 這邊的這個數字 是第二個需要 知道的變數 能夠讓它一直往下放 那只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那就可以把 1到64頁 全部抓取下來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喔